当我们注视着眼前这张服饰会的时候 大概很难想象 这位坐在武士怀里的美丽女子 实际上是个男人吧 19世纪60年代起 服饰会逐渐开始在法国风行 当时活跃在远东艺术圈里的收藏家们 对此趋之若鹜 争相搜寻和购买精美的服饰会画作 就连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光果尔 也是服饰会画师喜多穿歌膜的资深谜底 但他们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 画里这些隐藏在宽袍大秀下 痴言多姿的阴柔形象 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男二身 这些生理性别为男性 但是游走在男女之间的特殊人群 构成了日本江湖时代 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 提到对Boys Love的认知 相信很多人的初始经验 都来自于日本漫画 这些被统称为单美的作品 绝对配得上男性之爱 启蒙担当的称号 日本的Gay圈文化 不仅历史深厚 而且花样百出 有一位叫哭舞郎的作家 他写过一本很奇葩的书 书名就叫Boys Love 新日本史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 基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那就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节点 都是被男同志们推动的 虽然这本书里提到的相关传说 多数比较牵强 但是关于枝田杏长和森兰丸的故事 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 我们就从这两个人入手 引入今天要聊的主题 美少年的诱惑 日语里有一个叫重道的词 除了指代武士关系之外 也特指南南关系 森兰丸和枝田杏长之间的纠葛 可以说是战国时代 最具传奇色彩的重道话题之一了 森兰丸的本名叫森成丽 兰丸是后来枝田杏长 专门为他起的名字 森兰丸不仅长得秀气 而且能力也比较出众 自幼就有神童的称号 而且精通树立 13岁的时候就来到了杏长身边 担任了他的近身侍卫 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心心相惜 情投意合 等到兰丸14岁的时候 就开始为枝田杏长处理政务了 到了16岁左右 杏长身边大小事物 就基本都归他管了 像什么接见各地使者呀 公文往来 起居生活 等等等等 枝田杏长特别宠爱森兰丸 甚至连自己的贴身配刀 都交给他保管 要知道 配刀对于一个武士来说 那可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枝田杏长连刀都能轻易地交给他 那只能说明 这两个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 据说森兰丸对杏长的配刀 无比熟悉 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呢 熟悉到就连刀鞘上装饰的菊花纹样 上面花瓣的树木 他都一清二楚 1582年本能寺事变的时候 枝田杏长被围攻 他率领寺内连同森兰丸在内的 约100人的近视奋力抵抗 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到了最后的时刻 枝田杏长只对森兰丸说了一句 你帮我挡一下 随后就命令他放火烧死 而自己则回身进入寺内萤火自焚 最后 森兰丸在混战中也死于毛枪之下 可以说 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生同情 死同学了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美少年话题 事实上这种男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在日本历史上还是十分常见的 一开始 先是在平安时代的贵族公亲 以及僧侣之间流行 贵族们主要是因为不愁吃穿 有时间多愁善感 伤春悲秋 故而男色 也就成为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哑辟 比如在日本奇幻小说家 梦枕魔的书里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人物 安倍晴明和袁博雅 就属于这一类 但僧侣对男色的热爱 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生理需求 日本学者历川全次 就曾经对这种现象给出过解答 他认为 在平安时代 僧侣要借赢邪 禁取妻 为了发泄生理需求 就有不少僧侣 虚养美少年 并且进行变态的性行为 战国时代 重道关系开始在武士阶层流行 并且这种 发端与武士之间的男性关系 渐渐与服从和忠诚的价值观相结合了 有一种君臣般的地位分别 一直到了江户时代 重道关系正式进入了武士阶层 但其中 像以前那样的从属意味早已消失 1653年 江户幕府第一次在法令上 对重道这个身份予以确认 要知道在此之前 这种武士之间的关系 仅仅只是用男色一词来称呼 在重道关系中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叫做弱重 弱重这个词在日语里的意思 简单点来说 就是美少年 弱重在男男关系中 处于从属和被教导的地位 而年长的一方 则被称为念者 念者会为弱重提供 武士道方面的成长指导 换取弱重的性服务 当然 弱重必然是年轻 而清秀的美少年 念者与弱重之间 应当保持一对一的关系 但这并不妨碍两者 自行寻找其他的女色 从这点来看 弱重这个群体 真可谓是男女通吃的第三种性别 而等到弱重成年后 他和念者之间的关系 就宣告停止 二者之后 也可自行寻找新的弱重 一般来说 为成年的五家少年 是武士阶层们 选择其作为弱重的主要目标 在15岁举行成年的圆服礼之前 这些少年们 梳着特有的弱重发脊 在行为和肉体上 都遵从长者的教导 试着学习武士阶层 成年男性的生存法则 说白了 就是叔叔教你做人的道理 在林木春信 这幅座于1769年左右的服饰会中 我们能看到两对情侣 一起躺在一个房间内 仅有一扇半眼的门将其隔开 右上方的一对男女 躺在暖桌里 男人梳着月带头 明显是个长者 而女子正在玩弄她的胡须 左下方这一对 则显得比较别扭 乍一看 会以为是两个女孩子在玩耍 其实则是姐姐 在调戏一位小弟弟 仔细看这位偏着头 略显抗拒的人 马上就会发现 这并不是女孩 而是一个输着弱仲几的少年 小男孩下的手里的扇子都掉了 给人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年长的念者 带着年轻的弱仲 去妓院见世面的场景 当一个弱仲成年后 他的身份也会随之改变 成为年长的一方 于是也可以开始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弱仲 教他做人的道理 所以这种存在于武士阶层中的 同性伴侣关系 一般很难持久 虽然弱仲往往和男色 画上等号 但他们未必都是同性恋 在很多服饰会作品中 我们都能看到 弱仲与不同年龄层 不同阶级的女性 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关系 他们甚至也光顾妓院 或者其他的生涩场所 并且以此为乐 我们在服饰会画师 公穿衣校 林木春信 一田胡龙斋 乃至喜多穿歌谋的作品中 都能看到对类似主题的细致描绘 17世纪伴随着武士阶层 弱仲群体存在的常态化 1629年 女性歌舞技被禁止 也催生了弱仲歌舞技的发展 与女性为演员的传统歌舞技不同 弱仲歌舞技的演员进行表演 主要是为了出卖肉体 这些少年在台上的动作 只是为了展示脸蛋和身段 吸引在台下观看的顾客 好让他们在表演结束后 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买下与自己相处的时间 1652年 弱仲歌舞技因为败坏风俗 被幕府禁止 但是此举并不能抑制 人们对于弱仲的狂热 财力不够包下一位弱仲 供自己独享的人 或去茶屋 寻找其他卖身的弱仲 寻欢作乐 而这些卖春的少年 也被称为阴间 在这幅石川风信 作于1756年的弱仲三辅队中 就展示了三位衣着华丽的弱仲 他们的和服上 有着当时最流行的棋盘状 也叫世松模样 和漩涡状 也叫归藏小文的图案 要知道在江户时代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能力拥有如此美丽的衣服 唯有富有的人 和工作需要的人 也就是性工作者 才会穿 左边的男子用两手抓着编织的立帽 据说这是一种阴间在外出时 保护发脊不坍塌的方式 正所谓花五百日红 凡事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到了江户时代中期 幕府开始强调 对于君主的忠诚 远远要比重道关系来得重要 同时 由于争夺美少年 导致各种争风吃醋的斗争事件 频频发生 使得重道关系 被视为是影响社会安定的负面因素 安永四年 也就是1775年 米泽藩的藩主上山至县 颁布了针对重道关系 更为严苛的法令 宣布必要是可以对这种关系 采取死刑 到了幕府时代末期 包括萨摩藩等一度盛行重道关系的地方 也开始对其进行取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一部叫《御法度》的电影 这个电影有个译名 就叫《武士的禁忌》 虽然译得有点搞笑 但是故事的内核还是很有深意的 这部片子描绘的历史背景 正好是1865年 也就是幕府末期的时候 美少年加纳的出现 引发了武士集团 新选组内一系列的嫉妒和仇杀 片子探讨了重道关系 在武士群体中 暧昧但有极富杀伤力的内核 在欲望的加持下 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 也可以成为破坏制度本身的戾气 正如在影片的结尾 当冲田总司和土方穗三 看着加纳与田袋决斗的时候 才突然意识到 加纳的这张面孔 才是这一切混乱的源头 犹如即将破茧的蝴蝶 春日山林里的薄雾 少年的美好 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 将很快消失在朝阳的照射下 而明治维新后 武士阶级的迅速衰落 也使得重道之爱中 对于少年的迷恋 成为了日本历史中 遗留下的 特殊而忧郁的一股情思 因为少年总会老去 而恋目也终将流于世俗 这里是大西洋李寻欢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